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哈里斯尔 最近几期节目真的是拍成了连续剧 自从理想万成为了我的理想之后 它的竞争对手相近出现在我的身旁 奥特赛日混动 我们买了 我想拿PHEV 我却安捷试驾了 而今天又一台增程式的SUV出现在我们身边 就是这台Line2Freme 而且它把我们带到了一片机场上 而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样一台车 在这样的一个场地上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 这样来到机场怎么能够缺少装桶的陪伴呢 所以咱们先驾驶这Line2Freme 在这个小小的金卡纳赛道里面 来简单的体验一下 一开始我看着它的设计 它的价格 它的尺寸 我以为它开起来跟理想万应该差不多 但是当我进入到弯道的时候 我发现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霹零轮胎 空气悬挂 还有铝合金的双叉臂的摆臂 这些所有的硬件都保证了这辆车 它可以有不错的抓地力 不错的黄下质量 以及不错的一个车轮和路面之间的贴合程度 即使是在这样的雨天啊 整辆车 它在弯中的这个可控性 循迹性 还有初弯时钟加速度依旧可以保持住 如果说让理想万以刚才那样的速度在赛道里飞驰的话 那它可能已经在狠冲直装了 但是别以为它的悬挂硬核道只能下赛道 在这样的路面上的时候 空气悬挂依旧可以保持很好的一个舒适性 而且整辆车的一个隔离感 它的隔音 它的一个高级感依旧是保证到了 而如果你觉得这一切还不够刺激的话 很简单 停下车 然后按下这个模式切换按键 切换到运动模式 此时整辆车的车身高度会下降 转向的手感会变重 加速的响应会更加的灵敏 而同时这个仪表盘会下降一定的高度 其实说实话这个功能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麦卡伦赛纳也有类似的功能 而且它看起来充满了意识感 当然它的表现并不是那么极致 还是有一点点缺点的 比如说对于这样一个底盘调校的车来说 它的转向比稍微有一点点大 你会觉得入弯需要多打点方向还不够灵活 而第二就是在出弯的那个瞬间 即便是在运动模式下 你还是觉得动力应该来得再早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对于它电动车来说 这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而除此之外在这个尺寸 这个价位之下 能获得这样的动态表现 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了 在赛道里爽过了之后 简单来聊聊我对这样车的一些主观印象 好像看着这个中空台可以升降 很炫酷的样子 但其实它只辆车的设计 还是相对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大量的实体按键 传统的挡码头 还有以我们公认的这种豪华内饰理念 在这辆车上都可以看到 但同时它依旧融入一些比较创新的设计 比如说理想万同款的副驾 前面的娱乐屏 还有这两个摄像头 分别来监测前排和后排 趁远的一些情况 虽然说这些小设计 可以让你觉得 这辆车的未来感是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但是它并没有影响到 你日常驾驶一些习惯 我觉得将这种科技 融入到一台相对操作比较传统的车里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设计方式 当然在内饰上还是有些设计缺陷的 比如说这个仪表盘在升高的情况下 实在有点太高了 无论我方盘怎么调 都是遮得比较明显的 第二我不知道它出于一个怎样的考虑 它的这个位置非常的高 我这里其实还好 但是副驾在下车的时候 头很有可能会撞到这里 第三它的后排座椅稍微有一点值 如果它能再向后倒一点 而且我看到后面是有很多空间的 那应该会是一个 更加舒适的一个乘坐状态 而第四就是这块板 真的非常的不好用 但当然了 考虑到这样车 是一个工程试装车 或许在量产的时候 它可以做出一定的感觉 而在外观方面 我对它整体的设计 还是非常认可的 整辆车的所有的设计元素 都没有那么的高调 而整辆车又是很和谐的一个状态 而我最喜欢的一个角度 就有它的车侧 虽然说它是一个增程式的车 底下是电池 前后是电机 但是它的车头非常的长 所以让整辆车看起来非常的修长 而同时这个游艇式的C柱设计 也是深得我心 我个人觉得在国产的造车形式里面 它的车侧是最漂亮的 有人可能会说 这台蓝图Free卖的有点贵了 30多万的价格 我选什么不好 而且它的电动版还有一些尴尬 无论是价格 性能 还是它的续航里程 都不急 这台增程的版本 但其实这辆车的定位 非常的强妙 相比理想万 它有更强的动力 相比于未来 它有更低廉的价格 所以可以看出来 它相当于是用理想万的一个思路 去造了一台 未来ES6 而从价格上来看呢 它和理想万之间 应该会有更直接的一个竞争 那么这辆车 应该怎么选呢 我打个比方 理想万 就像风亭汉兰达 而它 就像是本田贯道 OK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 新车早日到 我是哈利森 如果你赞同我的观点 欢迎各位三连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